剛過完母親節上班第一天 高雄市長韓國瑜 協同相關局處首長 依照召開防疫紓困記者會 公文還沒有發下去 媒體已經先曝光 媒體曝光之後 基層我們的公務委員無所適從 大量的民眾開始有一個趨公所 像這都是狂暗的之一 先砲打中央紓困政策 說太過混亂 造成民怨 半小時後馬不停停 又參加住宅活警警報器的 捐贈典禮 請現場的貴賓人 一下點掌聲 吸收 韓國瑜早上 可以說是行程滿檔 接著又趕到前鎮 參加第七十期的 市地重劃區通車典禮 光是星期一上午 就安排了三個行程 從九點的防疫書庫會議 九點半的住景器 捐贈感謝儀式 十點又有市地重劃 和通車典禮 行程衝衝衝 不過其實從星期六開始 韓國瑜就沒有公開行程 星期天是逢母親節 可能回家陪母親過節 也沒有公開行程 但星期一行程立刻排好排滿 是不是感受到霸函壓力 即將被彈藥補考的一個學生 我們期待高雄市民六月六號 我們要看清楚 沒有公開行程的時候 大概以為市長好像沒有在忙 所以我再次強調 沒有公開行程不等於沒有行程 新聞局長強調沒有公開行程 並不代表沒有事情要忙 即使有民調指出 六成五的選民同意罷免 韓市府還是強調防疫市政優先 也會以平常心面對 好 今天其實有媒體做民調 罷免說有多少人要罷免 六十五趴的人同意罷免 那麼滿意度 他的施政滿意度 二十六點九 不滿意度 五十四點七 表示大部分的人都很不爽 不過這個投引力出來說 說這個民調高 不代表投票率會高 那這個博文你怎麼看 我是覺得 我是認為這次罷寒應該會成功 會成功 為什麼我這樣覺得 陳大哥你要知道 雖然我們現在的罷免門檻有往下降 可是真的要達到罷免門檻 還是很困難 我以我們新北市來講 新北市一年 那很困難為什麼會過關 所以真的很離譜 我們新北市一年的總預算一千 大概一千八百多億左右上下 高雄即使再怎麼差 也至少大概一千五百億上下 一定有 陳大哥 一個市長一年有一千五百億 讓你去用 對 你有辦法用到說 大家覺得你真的應該走 你真的應該離開 罷免你那個門檻 不斷的往上爬 而且你知道嗎 這中間過程中 還要加上疫情的因素 疫情 前一陣子疫情的因素絲毫沒有減損 高雄人要罷免他的這個意願 所以我覺得 其實韓國瑜真的做得很差 我舉一個例子來講 你當一個市長 你怎麼可以每天在講說什麼 路燈水溝瓶 那都會笑死人 如果講那個東西是每一年的年度 業務預算都要做的 最重要是你要提出你的產業結構 好 那時候有講出愛情摩天輪嗎 愛情摩天輪不是說光一個愛情摩天輪 而是他講的是一個這個愛情相關的產業結構 包括飯店婚紗等等這些東西 他要破話出來 可是我今年我都先不要講愛情摩天輪 到底能不能做 可是整個產業你看不出來 他這一年半到底做了什麼 所以年輕人沒有感覺 那我在講為什麼大家會對他那麼失望 其實你知道嗎 韓國瑜真的很笨 你知道那個看板 要掛就讓他掛 你掛一面看板 掛兩面看板 那個第一天去會看一下 第二天過去就麻痺了 所以你看為什麼選舉 經常要掛很多看板 就是怕你麻痺不要忘了我 所以那個看板要常換 而且點要多 結果本來大家沒有注意 就掛一個看板 那個第二天大家都沒感覺了 他竟然去把它拆掉 拆掉就大家就天天討論 你說因為都沒有 大家經過都沒有去看嘛 對 對不對 可是韓國瑜經過那裡 就看了半小時 很受不了 第二個你要知道這是罷免 年輕人很關鍵 年輕人很關鍵 可是他無所不用 急急激化年輕人出來 為什麼 你知道他把那些年輕人 最喜歡看創意 他就是因為把那些動作 拆開板的動作做太多 大家想出很多創意 那個你看那個高壓水槍 去噴那個人行道 然後弄那個霸函的標語 坦白講那個還沒有一點頭腦 還想不出來 可是這個東西會不會吸引 年輕人的注意 會啦 你就是連夜把它洗掉 我告訴你網路上你洗得掉嗎 網路那些留言你洗得掉嗎 所以我認為 我自己的判斷是 這一次 這個韓國瑜不但得罪了原有的 高雄市民的支持者 他也得罪了年輕人 所以我認為這是罷函喔 我認為會成功 你問